大家好,我是巧娘 今天我们来做粗粮煎饼吃 这个可是黄黄的,但是没有加鸡蛋哦 所用的食材可以中筋,也可以低筋 但不要高筋 还有玉米粉,很多朋友不知道玉米粉 老实说玉米淀粉 就是和小麦面粉一样,玉米磨成的粉 配方比例如下,请收藏 因为这个是健康的杂粮食品 也就是绿色食品 这是200克的中筋面粉 加了100克的玉米粉 加了一丢丢的小苏打 一道蓬松的作用 做煎饼的面团有两种 一种就像我现在饺的这样,比较硬 今天我会做一种比较软的 硬的面糊加水比较少 软的面糊加水比较多 因为软的你比较好操作 所以加420克水 面糊要松弛一个小时 才能开始制作 因为面糊中是干面粉,很多的小疙瘩 如果面糊没有完全松弛 有小疙瘩,你做煎饼就没有办法做 所以先来羊柴,拔点小葱 拔几片生菜叶子 洗干净,控干水分备用 现在差不多了 已经松弛一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我用的是第二种的面糊 面糊就是这样 第一种面糊比较难做 我以后再教 大家先学会这一种比较简单的 看面糊中没有小疙瘩 完全融化 咬起来马上可以流下去 这样就可以制作了 这个边边马上就离开锅 从旁边轻轻的一拿起起来 这个是绝对不粘的 因为里面有粗粮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锅是热的 动作要快一点 如果动作慢就粘上了 所以工具很重要 在家乡做煎饼 都有一个长长的主板 我这个就是包饺子的 很短 看越煎越薄了 第一张一般的都是比较厚一点 因为锅还没有特别热 第二张锅很热要马上摊开 薄得透明了 煎饼过去是穷人吃的 一般都是玉米高粱 那个时候哪有舍得加上白面粉 我现在搞不清楚 当时白面粉都焦工粮 都让谁吃了也不知道 农民都在种地 就是吃不到白面粉 好了这是最后一张 最后这一张就没有那么大 你看马上就会鼓起来 其实做面食也不是很难 只要你耐心 不要心急 慢慢的都会做 像摊煎饼 我小时候在家没有摊过 只是看见奶奶他们做过 煎饼不要长得黄黄的 只要起泡 因为鼻子稍微厚一点点而已 基本上是透明的 你看马上就会起泡 起泡里面充满了热气 这些泡起到了软化的作用 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趁热就可以吃 这是甜面酱 山东人以前就是大葱卷大酱 都自己做的酱 一做一大盆 吃一个冬天都吃不完 过去山东是很贫穷的 因为靠沿海地少 人多 所以要饭要到全国人民讨厌那个省 人家都不给 造成了一些仇事 一直延续到现在 以前只是卷葱 现在卷烤鸭卷肉 卷驴肉 卷猪头肉都可以 打上一点点的胡椒盐 你可以卷一个饼 也可以卷两个饼 因为这个很薄 我一般都会卷两张 刚做出来的饼是很软的 因为里面有玉米面 加上饼薄 所以凉了就会变硬 不容易腐坏 这是为什么山东人一做煎饼做很多很多几百丈的做 因为就是不容易腐坏 迫不及待的 快替大家吃一口吧 非常非常的好吃 小时候推不愿意吃 因为都是粗粮 哪有像现在加上一桌半的白面粉 所以其意建议 大家如果方便尽量多吃点煎饼 煎饼粗粮对我们的脑血管有非常好的作用 防止动脉硬化 看这个煎饼很薄很薄的 如果在家乡有那个三角的熬 摊的会更薄 摊很多吃很紧也不会变坏 大家看到这里想不想凍数试试看呢 好了凍数试试看吧 大家记得明天去投票哦 我们一起挺台湾哦 拜拜 拜拜 好